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有沒有聽過HH Equation? M&M 有吧 M&M有學過啊 M&M在講那個固體的催化那邊的時候 Michael is mentioned 然後就想給我忘記 HH 那很簡單 所以若酸是他的解離是這樣寫 好 那所以他的Ka值怎麼說? 好 那所以你稍微把它移向一下的話 氫離子的濃度可以怎麼表示? 氫離子的濃度我要怎麼表示? 是不是可以Ka 然後取A A負 那如果我現在取 那個負Log 取P這種Scale 的話 取負的Log 就變成是PScale 所以這邊就是PH 對不對? 然後PKa 然後這邊 直接就是負 因為我們取負Log 所以就是負Log 2個 那是PKa 然後這一個 那你有時候會看到不同的表示方法 就是把這邊換成正的 那這邊換成正的 表示這邊要反過來 好 所以這一個 我們得到這一個關係式 這一個關係式告訴你什麼? 一個容易它的pH值 除了跟它的 它可以由PKA加上Log的這一個turn來表示 Log這個A負除以HA來表示 那也就是說當一個弱酸好了 它的ka值決定 它的ka值如果是已知的話 那麼它的pH值完全是決定於什麼? 它的酸還有它的共2-的比值 這個式子是有一個名字的 叫做Handerson那個什麼? 有一點長 HH 好 這個式子推導其實非常的簡單 但是它有一個看起來很複雜的名字 就是有這兩個 Handerson-Hasselbach 提出來 所以叫做Handerson-Hasselbach equation 那你只要知道有這回事就好 好 一樣它這是因為人體的 所以你下次要是推導一個式子 你也可以把它命名變成你的 蛤? 對 那重要的不是名字怎麼來的喔 就是你要知道它怎麼用 好 所以從這個式子衍生來的一些相關的應用 我先把我們今天要講的幾個主題列起來 好 包括了緩衝容易buffer solution 還有跟它相關的同離子效應 那這邊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是它的意義 它的定義還有它的意義 你怎麼去判斷 換一個緩衝容易 它的capacity 它的緩衝的能力 怎麼去決定 好 那再來這些原理知道的話 你要知道怎麼去用 譬如說以後你在做實驗 老師說 欸 某某某某你去配一個 pH值多少的phosphate的緩衝容易 要怎麼配 掐子一算就可以配 最高境界 不用啦 拿出紙筆來算一下就可以配 怎麼去prepare buffer solution 好 這是你在學緩衝容易的時候 要keep in mind的三個重點 那有一些應該以前有學過吧 比如說緩衝容易的定義是什麼 為什麼叫緩衝 對 有了緩衝容易 或是在一個反應 它在緩衝容易當中的話 因為緩衝容易 具有抗拒pH值變化的這個capacity 的能力 好 所以它可以 避免讓pH值一下子變化太大 那它的significance呢 很多的生物體系喔 這我們之前講過 不管是從電化學的角度來講 也好 或是從這個平衡的角度來講 你pH值變化過大的話 有可能會去影響到 體內它整個環境 平衡的環境 比如說redux 氧化還原的環境 那你一旦pH值改變太大的時候 然後往往它體內本來應該正常發生的生化反應 它的衣靈會改變 那跟著它會影響到它的cell的cycle 或是生物功能 它是有它的深遠的重要性跟意義的 那buffering capacity 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一個緩衝容易是好的緩衝容易 那當然是pH值變化越小的是越好的 那什麼樣的情況它必須要符合什麼樣的情況的時候 是buffering capacity是最好最佳的狀態 還有怎麼去準備 這是我們等一下要談的 那再來還有一個重點是滴定 hydration 那這邊的話應該你們以前有學過比較基本的 還有實驗有做過了嗎 好 強酸滴定強減 強酸滴定弱減 弱減滴定強酸 強減滴定強酸 好 那個基本 基本款 那這邊還有一個進階款 進階版是什麼 多脂子酸的滴定 欸這個你們實驗也做過了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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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怎么决定 很遥远的感觉 就是这个部分 一定的这个部分 还有这边还有一个相关的 是指示记indicator的部分 你要怎么去决定 选用那个适当的indicator指示记 好的指示记应该符合什么条件 它颜色变化的点 要怎么选 然后我回去要好好找助教来聊一聊 选 没有讲吗 那个一个指示记 有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指示记 你怎么去选择要符合你需求的指示记 它是变色的ph值 是刚好接近它的当量点或是低定终点 对不对 好我们这个等一下再复习 然后再来是salt 盐类的部分 盐类的部分 好那我们从简单的来看 其实这个就从最基本的这个很简单的开始 那重要的是它衍生出来你怎么用 好什么是铜离子效应 铜离子效应 什么的铜 那个铜是铜什么 跟谁相同 比如说一个酸 若酸好了 然后这个荣液当中有 它的 跟它一样的那个离子 它的共二锏的那个离子 的时候 我们说有铜离子效应 那我们这边直接从例子 课本上用例子来看 好我们来比较一下 非常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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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假設現在有一個氫弗酸 Ka值是7.2乘以10的-4次方給你了 那我們來比較一下看看 在這個Solution 在1m的HF Solution 以及現在是另外第二種情況是1m的HF加上1m的NaF 好 然後去算氫離子濃度 你可以直接這樣判斷出來 馬上判斷出來哪一個PH值比較小嗎? 上面還是下面的? 上面的H鎮比較小嗎? 還是下面的比較? 我們從氫離子濃度來看好了 氫離子濃度的話下面小 對 你先從定性的 定性比較方便的直接根據肉燒特列原理 對不對? 你就可以知道它氫離子 你加了這個 多加了這個東西的話 你加了這個 多加了這個東西的話 對 這是Ka 是這個值嘛 所以你在還沒有算之前你就可以去看了 這兩個之間的差別是多了這個東西 多了這個表示你加這個東西 它會讓反應往另外這邊移 所以氫離子的濃度是會變小的 那我們實際上來算一下看看 好 第一個情況是1m的HF 那就是1-X 對不對? 所以這邊很Straight forward很簡單 就直接X平方除以1-X 要等於Ka值 然後直接去解出X 解出的X就是氫離子的濃度 好 那這邊解出來的結果的話 我直接寫好 是2.7乘上10的-2m 會不會去算解離率 解離率怎麼算? 解離率 的Percentage 那就是解離出來的 然後怎麼了? 除以原來的 除以原來的 原來是1嘛 然後乘上百分之百 所以是等於2.7 解離率 什麼? 蛤? 什麼? 聽不見他們說 什麼? 好 那第二種情況呢 如果現在是1m的HF 要再加上1m的NAF 那 式子一樣寫好 那這邊一開始的時候 這邊1 這邊也1 對不對? 好 然後這邊-X 這邊加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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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等於KA 好 那這邊的話 因為這個KA 它不算是很大的 它算是一個弱酸 所以這邊可以用近似把它消掉 所以這邊的X 求出來近似 結果是7.2乘上10的分析 對不對? 好 那個解離率是多少? 就是X除以1嘛 變成是7.2乘上10的分析 乘上百分之百 好 變成0.0.0 變成0.072 好 所以我們定量上面 我們可以直接看出來 它差了多少 這邊 氫離子濃度是2.7乘上10的-2 但是一旦有F- 就是它的同離子的存在的時候 它的同離子存在的時候 它會導致它的平衡 它會往這邊走 你去從勒沙特列原理來想 所以氫離子的濃度是下降 那下降了多少 你可以直接去算出來 算出來等於這個 你看差了幾倍? 不到100倍啦 但是 對不對?你可以去算一下它的差距 但是差了很多 它的解離率從原來百分之2.7 變成0.072 2.7除以0.072 看多少 好 所以這邊 我們直接從實力上面去看到 銅離子效應它發揮它的作用 好 那 銅離子效應它最直接的一個應用 就是緩衝容液 就是緩衝容液了嘛 好 我們來看緩衝容液 緩衝容液它的組成通常是什麼 酸 弱酸加它的眼淚 或者是弱鹼 跟它的眼淚的混合物 它的組成 而且也是很小的 它在哪裡 然後這隻葉子 可以看緩衝容液 加結了 嗯 就是 可以看緩衝容液 有什麼 可以看緩衝容液 就看緩衝容液 令很快 就是 對 這個 它可能是由弱酸跟它的眼淚 或者是弱碱跟它的眼淚 那定義我們剛剛先提過了 就是當有這樣組成的時候 它會具有抗拒PH值改變的效果 所以才知名滋味緩衝 Buffer 那我們舉一個例子 如果說現在有0.5M的醋酸 然後加上0.5M的醋酸 好那PH值怎麼算 怎麼算 通常你做這種題目 你就先把它的式子 它的解禮式先寫出來 會比較好處理 好所以這邊0.5M 這邊也0.5M -X加X加X 就是用ICE bar去先解出X 醋酸的K值是多少 好 因為太常寫了應該都變成 那Under也是一樣的值 KB值 好然後去解 好那所以這一個緩衝液 由0.5M的醋酸加0.5M的醋酸鈉的話 它的PH值是4.74 那如果說現在我們加強檢進來 好譬如說 我們加個0.1M的 氫氧化鈉 氫氧化鈉是強檢嘛 所以照理說 強檢加進來的話 可能會改變它的PH值 但是如果是加到一個緩衝容易的時候 我們看一下PH值怎麼變 說看看 加0.01M的氫氧化鈉進來的時候 去看它的PH值的改變 剛剛0.01M 加到剛剛這個組合的那個緩衝容易的時候 照樣再算一次 這邊的話你可以先看 你如果說加了-的時候 先去決定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 你要決定這兩個值 所以你可以先加上OH- 會變成什麼 好 如果0.01M加進去一升 所以它的氫氧根的濃度是多少 對0.01M 所以假設加進去的全部都酸鹼中和掉 酸鹼中和的話這邊會過去 好 假設它 先假設它全部反應完 然後再來 再回來看這個酸的 所以 你氫氧根加進來之後 這邊新的值變成0.49M 這邊變成0.51M 然後再去重新看它 重新建立平衡的時候 的X值會是多少 好 我看一下你在算酸鹼的時候 因為它都是平衡可能被破壞 但是重新會再建立起新的平衡 所以有的時候 算法會不只有唯一的一種 有可能會有很多種不同的算法 但是你可以達 你可以最後得到的是一樣的結果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 因為是強鹼加進來 所以我們就先假設它全部都反應掉了 然後再回來看 讓它重新在這邊 重新建立起平衡的時候 氫離子的濃度會是多少 好 那這邊就是 帶進去嘛 然後去解 解出來之後 得到的X 也就是氫的氫離子的濃度 是1.7乘上10的-5 所以PH值是4.76 好 所以這邊提醒大家 注意一下那個 你不要傻傻的NaOH直接算 NaOH OH算出來直接從10的-14那邊 那個不對 因為它會跟醋酸去反應 然後會有新的氫離子濃度產生 好 所以這個是新得到的PH值 那題目要你去算的是PH值的改變量 改變量 所以ΔH ΔPH是什麼 後來的 減掉原來的4.74 所以改變了只有0.02 但是如果說現在 不是加到 不是把這個強減加到緩衝容易 而是加到純水裡面的時候 那會是什麼樣的光景 會是什麼樣的情況 我們來算算看 其實只要不是加到緩衝 我們可以想見它應該PH值 是改變很大的 那到底改變多少 我們看一下 好 加到純水 對 那加到純水的話 它所設計到就是純水的自解磷 好 那你現在加了0.01mol進來的話 那麼氫氧根的濃度會是多少 是不是就0.01m 好 那所以這邊的話 氫氧酮濃度會是多少 那這邊因為只有水的參與嘛 所以唯一的平衡式就是水的自解磷 這個 好 那 那從Kw 除以 兩個 是不是 氫氧酮變成要這樣子算 那求出來是變成多少 你知道 等於10的負12 等於10的負14 除以10的負2嘛 所以這邊pH值 變成是10 ΔPH 呢 本來是純水 所以是7 那後來是12 所以12-75 所以你這兩個情況對照一下 我們一樣是把0.01mol的氫氧化鈉強減加到容易 或是加到純水當中 加到緩衝容易的時候 pH值的變化只有0.02 但是你如果是加到一個非緩衝容易 加到純水當中 你的pH值的變化是5 很大 從本來的中性變成是強減 好 所以 雖然我們現在不是在做實驗 但是我們從黑板上這樣子 推延 紫上彈幣 你可以看出來 緩衝容易它去抵抗pH值變化的能力 它是怎麼去 去Media 怎麼去影響pH值變化 所以從這邊 你可以看到幾個重點 谢谢大家 所以从这边的话 当是一个缓冲浓液的时候 它有HA跟它的眼泪负的时候 那氢离子的浓度完全取决于 UKa是一个常数嘛 所以变成它完全取决于这个值 取决于这个值 H正的浓度 Purely Determined by 这个Ratial Purely Determined by 好那从这个Ratial 你可以大概去了解一下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它的缓冲效果会比较好 这两个本身的浓度大的时候还是小的时候 小吗 我是看各自哦 我先不看它的Ratial 对 因为整个它是被这个来决定的嘛 所以它本身 这两个本身 它的浓度要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 小吗 应该是要大一点会好 它大一点好 比如说现在 这个是100好了 它这个A负也是100 然后呢 它假设 1%改变 就在减1 这边加1 对它来讲 有没有太大影响 有变 但是有没有变很大 没有 对 我们等一下看 直接举例子好了 因为最后要看的是这一个值 最后要看的是这一个值 你可以回想一下 我们上次在讲 他使用他那个Redux的Buffering Potential的时候 你浓度越大的时候 你相对的改变 对它来讲 就影响不会太大 等于你给一个1万富翁几十块 对它来讲没什么太大影响 你给一个乞丐几十块 那可能会造成它的巨大的变动 那这边一样 Buffering Capacity 缓冲能力的那个概念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为什么 我们来直接举例来说明 为什么当HA跟AF 它们relatively high 浓度相对大的时候 它的Buffering Capacity 是相对比较高 我们看那个题目在 我们课本的立体8-5 如果现在是一个5M的畜酸 加5M的畜酸钠 你去比较 如果变成是0.05M的畜酸 加上0.05M的畜酸钠的时候 那当你加了强酸进来 或是加强碱进来的时候 它PH值得改变 来 那个习题 例题8-5 好 来看 要去一样去计算 Delta pH the change in pH that occurs when 0.01more的HCl 加到下列的Buffer 那这两种情况 一个是5M的 一个是0.05M 好 那当然你在还没有加之前 你可以先去算 它的那个PH值 好 那第一种情况 我们是不是算了 是4.70的 这种Buffer的话是4.74 好 然后你看 加了0.01的酸进来 HCl它加进来 容易里面就变强酸了 所以等于是氢离子会有0.01 PH等于PKA 然后你看你要写FuLog也好 要写Log也好 其实算出来是一样的 主要是你要找出这两个人 它现在用的是加还是减 它喜欢用加 那我们就听和它一起用加 一样的 好 那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这两种情况 它的这两个比 这个比值会怎么变 Solution A的情况 它一开始这边是5 对不对 然后这个也是5 那你现在加了多少 这边是多少 0.01嘛 对不对 所以变成是怎样 你这边0.01进来 所以它会先过去再过来 先过去再过来 对吧 对不对 你先加强酸进来 那它会 它一定最后会达到一个 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平衡 但是因为强酸 所以你可以看之后 它整个先过去了 然后再慢慢再过来 然后去酸它的X 所以这边的话变成是 全部过来是多少 5.01 然后这边呢 过去了嘛 这边是减掉0.01 这边减掉0.01 这边加0.01 所以这边变成多少 4.99 好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再重新建立平衡 就是再过去 减X加X加X加X 所以你这边你去求 然后它的这个A负跟HA 是变成比例是多少 A负是什么 4.99 所以5.01 那Solution B的情况呢 Solution B的情况 这边变成是0.05 这是0.05 然后这边是0.01 0.05 所以这边会反应先过去 再过来 所以这边变成是减0.01 减0.01 然后加0.01 0.06 0.06 0趋近于0 然后0.04 至最后近4 但是它还是会再继续 跑过来一些 这边再过来一些 就会达到平衡 但是它现在的 这个比值变成什么 变成这样子 所以哪一个变动比较大 右边这个变动比较大 这边是跟原来比几乎没怎么变 本来是1比1嘛 那这个1改变了0.01 对它来说只是皮毛而已 它的影响不是很大 但是原来如果它本身的浓度就已经不是很大 你的变化是跟它差不多要跟它一样的O9的时候 你看一变的话 它整个变化的幅度就会比较大 那变化幅度大表示的是什么 pH值的变化 就会比较大 所以从这边你可以看到 它是同一种buffer嘛 都是畜酸这种buffer 那所以起始的 一开始的时候的pH值是不是一样的 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一样 一开始一个是5比5 一个是0.05比0.05 所以起始的时候的pH值 都是一样4.74嘛 对不对 但是当你加了酸进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出来 即使是同一种buffer 你的浓度如果不一样的时候 它的缓冲的效用 它缓冲的能力 抵抗pH值变化的能力 是浓度越高的时候 它的缓冲效果是比较好的 换句话说 它的pH值的变化是比较小的 从这个train来决定 如果是0.05的话 虽然一开始一样是4.74 但是后来你加了酸之后 因为这个train的变化比较大了 所以它的pH值的变化 就会跟着的比较大 我们看一下课本的306页这边 所以你看第一种情况是solution A的 它的这个train是4.99除以5.01 所以这一项算出来是负的0.0017 就是这个train 这个train算出来的话是负的0.0017 那加上原来pH值的话是 原来的pH值是这个 那它改变了这个量 所以它变得是0.0017 但是solution B的时候 你看一下右边这边 它这个log的0.04除以0.06 这边 求出来的话 这个train会变成是0.18 这个train变成是0.18 所以变化 这个变化比较大 好 所以它这个后来变成4.51 所以从这一个例子 你可以很明显看出来 同一种buffer 它的缓冲效果的话 是以HA还有A负 它的浓度越大的时候 它能够抵挡pH值变化的能力会越强 OK 那还有一个要注意的 所以那最好的pH值 最好的buffer capacity 是发生在什么样的情况 the optimal的buffering 是在什么样的情况 如果你的这个啊 是1的时候 那你1加多少 那下面1减多少 你如果一开始是1 那你的变化可能一个是1加x 一个是1减x 那对于弱酸来讲的话 x通常变化不到嘛 对不对 所以它的比例 如果刚好是1的时候的话 你这个相对变化是最小的 总归来讲 最后是要看它这个笔值 还有它这个笔值的变化的程度 它的变化程度越小 表示它是越好的buffer OK 所以课本这边也可以mark一下 307页这边 它是这边导完之后 有一句话 从we have sin来那边 还是你可以把它大概标注一下 the pH of a buffer solution depends on the ratio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buffering component 它所谓的buffering components 我们刚刚已经写了 它的components包含了 它如果是酸的话 就是弱酸加上它的点 这是它的buffering component depends on这个ratio 然后再来 这边有一个 我们刚刚导过的hh这个equation 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 the pka the optimal 我们看这边 好对 because这边 你有没有看到 because large changes in the ratio a负除以ha这个ratio will produce large changes in pH 那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个变化越小越好 we want to avoid this situation for the most effective buffering 最有效的缓冲的效果 就是这个值的变化越小越好 所以this type of reasoning 这个因为这个原因 leads us to a general conclusion 在这边划线 optimal buffering 最佳的缓冲 will occur when ha is equal to a minus the concentration 当ha的浓度刚好是 跟a负的浓度是一样 也就是a负除以ha是1的时候 它的缓冲是效果最好的 那至于即使同样是缓冲 比例刚好即使都是1的话 那也会depends on 它原来它的绝对值 它的浓度 是大的还是小的 也会有影响 你们可以看参考一下 那个下面表的8支1 它也去比较 这个是另外一个case的比较 即使同样都是 一个是1的话 它改变了0.01的时候 它的比值变化是从1到0.98 但是如果其中一个浓度 比较小的时候 你可以看一下b 你有看到表8支1 b的这个 如果它的比值不是刚好 1比b的时候 像b的这个solution 它是 那个畜酸根是em 然后畜酸是0.01m 差了100倍 差了100倍的时候 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 它改变了0.01 结果它的 那个 ratio变成多少 49.5 49.5 那它的变化量多少 变了50% 50.5 就是 它这个的 b就是这两个 浓度是越接近越好 最好的时候 就是刚好一样的时候 像solution b 它是一个差了100倍 那你其中变 一个变一点点 它最后整个造成 它的ratio的变化会很大 变化大 它的buffering buffering的capacity 就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这边有两个重要概念 一个是它的ratio 从ph 一个缓冲容易 它的ph只是从这个的ratio来决定的 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 第二个是最好的 最佳的缓冲的效果 是当这两个笔值是1的时候 然后第三个重点 是当它笔值都一样的时候 那你要去看它本身原来个别的浓度 浓度越大的时候 它的buffering的效果是越好的 好 这三件事情 OK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然后等一下看titration 谢谢